988聚焦东盟 来到了星期五 您好我是舒婷 马上来看头条看点 头条看点 新冠病毒无所不在 任何人籍群体 包括小孩在内 都有染疫的风险 泰国总理府副发言人戴苏利表示 截至8月10号 泰国已经有将近8万名的儿童 感染新冠病毒 其中首都曼谷地区就有18000多人 由于儿童或者是监护人染疫 会造成很多问题 对此泰国设立了儿童救助中心 以接收全国各地受到疫情影响的儿童信息 相关单位就可以马上采取行动帮助他们 他表示除了儿童之外 首相巴育也下令密切关注 残疾人士高龄人士等等的群体 泰国目前疫情很严峻 而传染力很高的Delta变种病毒 如今在泰国的覆盖率将近百分之百 截至现在泰国77府中就有76个府制发现了Delta 网络上发起这样的一个活动 就是鼓励民众在接种疫苗之后进行免疫力检测 并把结果发布到社交媒体 不过卫生部医疗科技厅厅长速帕吉 不建议大家进行免疫力检测 他说除了检测结果不准确之外 还会造成混乱 速帕吉还要求人们严格遵守防疫标准作业程式 戴口罩勤洗手 那除了加快疫苗接种速度对抗疫情之外 泰国其实也正积极研究本身的新冠疫苗 而且和一般针筒疫苗不同 他们研发的是鼻喷型疫苗 泰国政府副发言人拉差达就表示 泰国研发的两种鼻喷型疫苗 在老鼠身上实验结果良好 预计今年底就会展开人体试验 这个试验也将会测试疫苗对于Delta毒株的防护力 预计明年3月就会进行第二阶段 那如果结果良好 目标是在2022年中生产并且扩大使用 世界各国其实也都不断地在研究鼻喷型疫苗的方式 因为鼻腔被认为是新冠病毒进入人体的一个主要通道 那菲律宾方面呢 疫苗接种率则是相当的低 目前只有大约10%完成接种 因此当局宣布 菲律宾接种中心将会24小时开放 让民众注射疫苗 以对抗来势汹汹的Delta变种病毒 一些中心呢 决定是在晚上开放 也是为了避免出现早上人头攒动的接种疫苗情况 菲律宾累计的病例将近170万宗 同时有将近3万人死亡 疫情严峻 卫生部表示 在菲律宾37000张的新冠肺炎床位中 超过一半达到58.3%已经被占用 41个地区处于新冠肺炎疫情最高警戒级别 菲律宾卫生部副部长维亚表示 现在呢 私人医院呢 也被要求制定自己的创新方法 改造一些病房或者是私人病房 以便能够处理严重的冠病病例 好了换个心情哦 说到热情友善友好的国家地区 你会想到哪里呢 World Population Review公布了世界最友好国家地区排名 而在180个国家地区中 东盟中的柬埔寨及越南就榜上有名了 分别排在第四和第九位 世界最友好的十大分别是葡萄牙 台湾 墨西哥 柬埔寨 巴林 哥斯达里加 阿曼 哥伦比亚 越南和加拿大 专家认为这个排名啊 会成为旅行的指引之一 如果疫情结束之后 这些国家给人的友好印象 就会成为游客到来的有利因素 九不八聚焦东盟的头条看点 为你跟进的新闻先到这里 说到全球最佳机场 新加坡张仪机场一定榜上有名啊 这个拥有全球最大的室内瀑布 蝴蝶园 兰花园 戏院等等设施 应有尽有的国际机场 让它在过去八年来一直都是世界最佳机场的No.1 但是八联霸神话却在2021年被终结了 Skytrak最新公布的2021年世界最佳机场排名中 新加坡张仪机场调到了第三 而原本排在第三的卡塔尔哈马德国际机场 则跃升成了机场之最 至于第二名 今年依然是日本东京羽田国际机场 马来西亚的KLA国际机场排名有所上升哦 从去年的63位升到了今年的第55位 值得一提的是排在前十榜单中 亚洲就占了六个 除了排在第二第三的东京羽田国际机场 和新加坡张仪机场之外 今年第四的还是韩国仁川国际机场 第五是东京成田机场 再来第九是日本关西国际机场 而排在第十的则是从去年第六降位的香港国际机场 Skytrax表示过去18个月是全球航空运输业最具挑战和困难的时期 2021年世界机场奖就是希望可以表扬全球机场 努力适应及应对新冠疫情挑战的态度 那排在榜首的卡塔尔哈马德国际机场 从2014年启用以来排名都很不错的 近几年不断投放大量的资源来改善机场的基建 即便是乘坐转机的旅客呢 也可以免费享受城市游览 住宿和餐饮服务等等 所以呢就深受旅客的喜爱 而在疫情期间 哈马德机场依然是继续进行扩张计划 也引入了额外的机场健康和安全措施 成为了该机场获高分的一大原因 除了哈马德机场所获得的全球最佳机场之外 张仪机场也获得最佳机场员工奖 宇田机场则获评为最干净机场 仁川机场获得最佳机场安保奖 而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机场获得进步最快奖 它的排名从2020年的第102位 上升到了今年2021年的第17位 那去旅行 不管途中遇到什么事情 都要保持良好的心情 否则会败心而归的 那日前在中国北京野生动物园就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 有两家游客突然间在动物园里面互相谩骂 撕打 搞到要当地的公安机关来调解双方和解 但是呢这个游客打架事件为什么会成为网络议论的热点呢 这是因为动物园管理层在微信公号发出了一个很出圈的声明 让很多网友甚至是媒体都关注到了 园区的声明说 由于双方撕打的地点附近 动物们是第一次看到人类之间的打殴场面 当晚部分动物家庭竟然也有样学样打架 场面一度失控 还需要饲养员的耐心教育之下才知道 打架不好 特别的不好 那动物园的这个官方声明呢 文字用的一本中经哦 一装一鞋 但是让人看了忍不住满心疑惑 所以呢才会引起热烈讨论 很多人就很好奇啦 人类的打斗行为真的会引起动物效仿吗 根据中国科学原新闻专家库成员 武汉动物园管理人员二宝他就说 动物园里的动物打架 其实呢和效仿人类没有太大关系 往往是因为等级发情或者是食物分配问题而打架 因此这是本能行为自然规律 中科院的动物研究所博士张静硕 其实呢也有他的看法 他比较倾向于这是动物园的营销手法 因为也没有解释到底是什么动物在模仿人类 还说动物其实不模仿人也是会打架的 不过呢中国的央视新闻则说 声明是值得点赞的 在不动声色之中谴责互殴行为 是在传递文明守功德的态度 而齐鲁亦点刊也点评说 原方的声明幽默风趣 文字上一本正经 但其实就是想要 业余讽刺人类的不文明行为 我是舒婷 988的聚焦东盟 为你跟进的新闻就到这里 下个星期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